自从中国大陆马三家老教所的酷刑被媒体曝光之后 遭到了各界舆论的强烈谴责 但是一夜之间呢 中国大陆所有媒体的相关报道全部被强行删除 那么敢于接受采访的受害者呢 也相继遭到报复 中共当局甚至派出了远马三家教育院的院长 来亲自调查酷刑事件的真伪 民众终于意识到 不能将希望寄托于中共当局 于是有幸从马三家人间地狱中出来的受害者 站了出来 向本台曝光了马三家不为人知的罪恶 原马三家劳教人员林女士和他的丈夫 因维权举报村之书被连续劳教了七年 在马三家劳教期间受尽摧残 释放后身体已经极度虚弱 他在亲身经历了马三家的邪恶之后 发誓有生之年 一定要将其恶行曝光 我借记了我的意念和我的想法 我要把这里所有所看所见的东西都清清楚楚 每天每次每刻都要记录下来 有一天我要能活着走出马三家的 我要把这个事情一定要见光明 让世人和国人知道 还有这么一个黑暗人间地狱的记忆 林女士向新唐人记者讲述了她自己 以及她所见到的一些劳教人员的受迫害经历 除了已经被媒体广泛曝光的小号、大挂、死人床、老虎凳、电机、灌石等酷刑外 一些变态的管教还喜欢对劳教人员进行虐待 李女士说 马三家里的恶景 除了喜欢酷刑折磨劳教人员之外 还疯狂敛财 不但将劣质的生活用品以高价出售 还百般苛扣劳教人员的生活费 致使很多妇女连卫生金都买不起 不得不用农工劳动期间的费棉花包裹上碎布来替代 除了压榨普通劳教贩 贪婪的马三家恶景还拼命勒索牢头、玉霸 把他们当成了发财工具 自从马三家劳教所的恶行 被一封由劳教人员从阴道里携带出的信曝光于众后 为了防止类似泄密事件再次发生 他们想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办法 对敢于揭露马三家罪恶的正义人士 当局也采取了令人发指的报复手段 4月11号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采访的 远马三家劳教人员朱贵勤、盖凤针、丁英、李文娟等人 事后都遭到了威胁 李文娟女士更是受到了生命威胁 除了马三家受害者 敢于直言的还有一些正义记者 微博署名为美心情的香港记者 在他的微博上将部分马三家劳教所读警名单曝光 包括所长杨健、副所长张文理、政委曾秀华、王铁成、管教大队长周勤、生产大队长顾全益等等 遗臭万年